歡迎 郭主義師 郭主義師要做辣鍋囉 對 這個鍋不能不吃的叫做 乾鍋雞 它等於是兩吃 怎麼說 吃完乾了以後 吃完雞肉以後 再加火鍋料 直接下來煮 原來的湯底啊 對啊 郭師傅的川菜很厲害 它的香 它能夠做出不同層次的辣 而且香氣非常非常的足夠 計時開始 好 那現在乾鍋油直接進來 乾鍋油 對 乾鍋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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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那這些料直接進來下去炒 蒜頭 薑片 薑片 蒜 蔥段 對 然後這邊還有雞肉 這個雞肉直接下去用炸的方式 會比較快一點 現在這邊油溫大概180 直接就把雞肉直接倒進來這邊 油有180度 有... 你看 有沒有 有了 不用裹任何粉還是醃漬是不是 沒有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乾辣椒 現在這個是乾鍋油的渣 乾鍋油 是麻辣鍋的底料吧 對 不是 乾鍋油的底料 乾鍋油的底料 對 你要買嗎 因為它這個料太多了 它都香料了 這個料在哪裡買啊 對啊 這個啦 這是海料啦 假如說你在家 這個沒辦法買到乾鍋的話 你就直接用那個市面上 再賣的那個麻辣鍋 底料就可以 沒關係 是芹菜嗎 對 芹菜進來 直接進來 這樣就熟了 它比較快 而且香芹 不用炸的 OK 它應該是要用炒的 慢慢炸 再加醬油 醬油 真是的 湯 新鮮的 糖 米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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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米酒 好帥 再拽一下 對不起 我自己拋鍋 覺得是不是太帥了 辣油這麼多 對 辣油 一點水進來 味道它整個 那個雞肉都可以入味了 這不是只有高湯而已 高湯 不用聞 這個腌 蓮藕 蓮藕 帥 再帥一條 這個 等一下這些料 就是你吃完雞肉以後 再加進去裡面煮 它裡面的這些所有的香 這個香料 調味料 你只要在家裡面慢慢好 慢慢弄的話 你起碼都要半個小時 對啊 那個太難了 那花椒油現在進來 一分鐘倒數 花椒油 花椒油 花椒油嗎 對 花椒油進來 讓它整個香味呢 充滿了整個雞肉裡面 我們雞肉呢 我們取幾塊出來吃好不好 好 你們取幾塊 好 對啊 因為你不可以免得吃得到 誠哥你要加油 好 這雞肉這邊 等一下最多就四個人了 對 原來呢 就雞肉可能吃完了以後 有沒有 變成鍋了 對 變成一鍋 它是這樣子吃啊 所以很像花椒雞那時候 對 對 原來是這樣 再來呢 就是直接呢 把這些料呢 完全把它倒進來 現場時間 繼續計時 我好了啦 只要倒這些料而已啦 我沒有辦法 好嚴格 好嚴格 你最好都可以吃得到 最好都可以吃得到 還有 我還用到蒸拌麵耶 真的假的嗎 真的 好 時間不算 沒關係 好 蒸拌麵 蒸拌麵 好 好多麵 那這些料呢就慢慢放 太厲害了 蒸拌麵要不要放 要 這個最後放法 你已經煮好了嗎 對啊 那今天的香菜也給它進來 這個麵等一下要吃得到 好 油再進來一點 好 完成 完成